蘸这个两成 猪油蘸三成 然后这个 调和油呢是蘸五成 就是2比3比5这个比例 然后熬好了以后 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料 洗干净泡个水 就是用水洗干净以后 然后放到这个料里 小火 慢熬 小火慢熬 熬出这个香味来以后 给它滤干净渣子 然后添上花椒和红辣椒 再熬一熬 然后控干净滤干净这个渣子 先把这块滤干净以后 再放那个花椒和这个干红椒麻椒 然后放好了以后呢 倒上这个牛骨头汤 OK 就不需要你带什么熬猪骨汤啊 那个鸡架子呀 或者那个牛骨 直接熬猪骨 用这个榨完了的油 直接熬上猪骨 摘成片 倒上牛皮 简单 简单 来干来干 简单 但是你得知道这是个老事麻辣汤啊 这是个老事麻辣汤的配方 你别给现在的麻辣汤 也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样啊 那时候不叫麻辣汤 叫烫餐 每年拿个鱼的粉加牛奶当汤 就是新是新白是白汤的呗 一勺三花奶粉多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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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您天花回海 我知道路者回来 我之都路者回来 我好路干 哦 嘿嘿嘿嘿嘿 来着安一来路高来来对对对对兄弟啊 还有光临到咱们17566直播间的好哥哥好姐姐好朋友们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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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